孙颖莎发布微博,回应亚锦赛女团比赛输给日本队 直言竞技体育一定会有输赢,我们所有人拼尽了全力 输了我们擦干眼泪,下次赢回来 随即,莎莎宣布退出亚锦赛单项比赛 她写道,昨天比赛后,胳膊的肌肉也出现了明显反应 在经过国家队医疗组的检查和亚锦赛组委会的确认后 教练组为了保护我,同意我退出本次亚锦赛的单项比赛 孙颖莎发布这条消息后半个小时,留言达到了炸裂的16万条 着实是引发了无数球迷的共鸣 作为目前国拼最火的超级明星,孙颖莎走到哪里,球迷就跟到哪里 她不仅是最主要的战力,而且是门票与收视率的保障 她选择退出,也确实是无奈之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